从台北内湖搬迁到宜兰罗东的住书店 原以为会乏人问津 怎知道连市营运期间都有老书友 特别从台北跑到宜兰光顾 虽说老板娘规矩多 但也不是所有书都不割爱 由于当初开店时 卖的都是自己的藏书 但发现书卖出去后 再也找不回来了 所以才会仅存一本的书不卖 住书店和好森咖啡结合 一起落脚蓝阳亭园 对住书店这件事提出了解释 其实是很多书友特地赶来 怕他们太晚赶不及回去 所以特地准备了一间客房 这么多的书都不ãy